自身主播傅达仁在4月底举办了80岁大寿宴会 除了邀请艺人参加之外 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陈冲都是座上宾 但是现在传出呢当天艺人田蛙 被随护搜出之内衣夹藏了一份陈情书 因此呢随护就不对劲赶紧通报 原本已经在路上的马总统就临时取消出席 傅达仁听到之后非常的生气 现在他把田蛙列为黑名单 不过田蛙在上网出面驳斥了 他说一切呢都是误会 因为当时他是从包包拿出来 并不是内衣这是角度上的错误 田蛙磨陈情总统搞砸傅达仁寿宴 传胸罩收出连鼠书 其实不是这样的 已经是个两个多月再度被拿出来 一人田蛙满肚子苦水 今年4月28号应邀出席资深体育主播傅达仁的 20岁大寿行政院长陈冲以及总统马英九也都是VVIP 没想到 在检查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先给他看了 我就跟他 因为我知道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说我这里有连鼠书 有连鼠书 可是我不是要给总统的 可能是远远的人看以为说我从胸部 从内衣里面拿出来 应该是这样误会一场 就是这个动作惹出争议 因为当时从包包里面把连鼠书拿出来 但从某些角度看起来 就很像是从内衣里面掏出来 随乎认为事情不对劲 担心有呛下抗议立刻通报 马总统的行程临时海咖 我在碰到他的时候 我会跟他说 我会跟他说对不起 我们掌声一起欢迎陈建党 陈建党是我师傅的同学 当时傅达仁在台上的介绍词 有陈冲美马英九 语气似乎有点落寞 而人就站在后方的田蛙 穿着身体洋装 完全不知道傅达仁已经气诈 不过府方事后也澄清 当天确实总统有个重要会议 才会临时没赴约 绝非为安发现这封陈情书 而田蛙也解释 其实这份陈情书 是希望透过立委邱毅 找上郭台铭 资助孤儿和养老院 如今转出风波 现在盐游圈的好友 已经把田蛙列为活动黑名单 这是李世建筑 还与台北采访不到